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双双 你都睡了一整个白天了 抓鬼是个晚上出动的活计 睡过一整个白天岂不是很合理 不如这样 你们就当我是睡魔缠身 把我镇压在床上 让我再睡上三五十个时辰 就当是向神王寺交差了 如何 哦 就是那位长乐天著名的牌手 我每次执行任务经过那儿 总能见到他雷打不动地和牌友们围成大战 连判官大人也知道他 他还真是贤明远播啊 啊 到底是谁啊 就是这个人啊 你们看这个帖子 有点准备 我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好吧 至少不会理智气壮写什么少力迟到 苏莎小姐的关注点好奇怪啊 这条消息里的描述好离奇啊 似乎很符合碎杨寄生作祟的情况 如果连太捕斯这样的机要部门也被碎杨占据 那可就麻烦了 确实 感觉应该先联系一下清雀小姐 提醒她不要上班 为了避免有人因为好奇心靠近危险区域 咱们还是得履行告知一物 通知完毕是不是该去太捕斯看看情况了 老规矩 先试试向福燕探探情况 你们将阿卓束缚在了阵法中 我还听见了其他碎杨在低名震产 渴望离开此处 石王寺的进展很顺利吗 现在你们来见我 想必是又有所求了 按照将军与你所立的约定 一场胜利 换一个问题 胜不胜利的在战斗开始前可别那么笃定了小妹妹 没有尾巴帮你 收复碎杨的工作 是不是有些力不从心呢 只要你敞开心接纳我 我可以代替尾巴 我可以帮你 这 真的吗 当然啦 那就好 好什么 你在竭尽全力蛊惑我 看来你对胜负根本也没什么把握 要是你还有几分胜算 早就不顾一切的对我们几个露出獠牙了 我说的没错吧 福燕 那么 如你所愿 上瓶厮杀吧 紧缘的棋子们 不必为上一次胜利感到窃喜 因为只要你们稍有闪失 我就会承煦而入 死者将军 没有锦园在身后看着 是否底气不足了 会不断试探不断挑战 你们会疲劳会气衰 我不会 这一次还是我没上了 有什么话就问吧 泰卜斯似乎被某个碎羊弹剧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头绪 回去往仙州人窥测未来的地方 除了西宴之外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了 我知道 他最爱纠缠那些先知和预言家们 喜欢与他们结变命运 看他们在随机和命定间痛苦徘徊 你们人类脑壳里装的那坨蛋白质 计算效率实在太低 你们对命运的猜测 只是类比和错觉罢了 但咱们无形目不一样 当我们聚在一起共振 然后观测 命运就像举火照明般清晰可见 与人争斗 能预测对手的进退行动 这样的能力最重要不过 所以 聚成辽元的碎羊中 西宴 死掌着剑网之来 预测休旧的职能 不过 据说西宴曾预感到了失败的前兆 却不知为何 标元还是无视了她的警告 看起来这次的目标十分明确 咱们出发吧 虽然我没有西宴那般本领 但是小狐狸 我预言 你迟早有一天 会祈求我的帮助 走着瞧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这件事纯属意外,但要解释起来…… 反正……反正眼下太普斯里出了些危险的状况,你不要进去就对了 啊?工作条件这么恶劣啊?叫人怎么专心工作嘛? 我听公造司的阿伟说了,他们私部里也有个什么玩意儿泄漏了 好几个学徒都开始胡言乱语起来,超吓人……当然,也可能是出不了尸,避不了夜导致的 那就拜托清雀小姐在这儿守着 里头这么危险,我在这儿守着不合适吧? 清雀小姐如果想离开也不必为难 不对,难不成你要和我们一块进去吗? 你也看到太普斯的情况了,咱们这一对人是专为解决此事而来的 是是,都看到了,可我要是现在转身走了,不就变成矿工了吗? 上班摸鱼归摸鱼,矿工可就不为太普所容了 再说,你们也需要一个熟悉太普斯的人来给你们带个路,搭把手什么的,对不对? 咱们走吧 这是怎么回事? 吴明柯小姐,离我近,近一点好吗? 我,我有点害怕 他们这是在看什么呢? 大家,还好吗? 道路永远只有一条 不论,毫无意义 穷关阵,怎么变成了这样? 你们看,福太普站在穷关阵的中心,他还在做什么? 看他念念有词的模样,应该是跟过去一样,演算着杭陆户未来 但穷关阵却纹丝不动 不对劲,很不对劲 该怎么才能让他醒过来? 摇一摇同心火灵试试 我们在离太普大人这么近的地方摇动铃铛 想必能进入他与罪杨共有的幻境中 速进!太普斯内,不得过躁! 诶,你醒啦,福玄大人! 还是我们眼下该称呼你西宴了? 你们怎么称呼我并不重要 无论福玄还是西宴,都是这太普斯唯一的主人 眼下占卜的工作正进行到重要关头,容不得他人扰乱 就算是石王寺的判官,心穷列车的客人,也不得在这放肆 清雀,就是你!是你把这些外人带进私部的吗? 你把我凭日理所利的规矩都当作耳旁风了吗? 清雀,你被开除了! 啊?我...这...这也... 可恶,一下子就让咱们捡员一人! 这也...太棒了吧! 嘿嘿,我也觉得自己镇日游手好闲的不成体统 一边打牌,一边拿着太普斯的兴奉 这...实在有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虽然不知道哪里不对,但这个词用在这儿肯定不太妥当 是浪费生命! 谢谢太普大人推了我一把!既然你也觉得我不该留在这儿大财小用 我是该想法子做些改变了! 不过,在走之前,我得帮这几位解决眼下太普斯面对的麻烦 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临危脱逃才被开除的呢!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嘿嘿,光顾着说些帅气的话了! 到底怎样才能让太普从走火入魔中脱离出来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碎羊看起来不打算用迷惊困住咱们 似乎也不想攻击我们 走火入魔? 哼,本座很清醒,不如说从未如此清醒过 从现在开始,本座将全心全灵致力于亏眼仙洲联盟注定的未来 并将这些未来昭告天下,让人们都活得明明白白 本座知道你要说什么,人定胜天,自由意志 哼,但这些都不过是人类大脑产生的简单幻觉 从一开始,道路就只有一条 你,你不过是一颗被星河猎手摆布的棋子罢了 登上列车,与谁为敌,去往何处? 哼,这些你以为自己可以听凭心意自由做出的选择 不过是命运的道路上终将会合的支流 帮助仙洲击败幻龙的这次旅行,想必你深有体会吧 所有的结果,早被那位隐于幕后的奴隶书写成了剧本 就像眼下,你所有的选择不过是 挥舞球棒向我冲来,大声却徒劳地驳斥我 一语不发地陷入沉默,这么几种 诶,别被他严重了,总会有其他选择的 哼,你想清楚再来找我 这些微不足道的选择,无法改变必然的命运 如果你还不服气,本作可以波容为你掩饰 究竟何为命中注定,用你人类的脑袋所能理解的方式 如果你理解了关于命运的真相,现在离开还不迟 别再打扰本作的也算了 这些微不足道,如果你还不 那就随我一步吧 我从未料到,你会弃真习剑 这里是 这是泰补司里,咱们管它叫寻境纸巾的沙盘 是私部成员,专用来推演理路,锻炼头脑用的游戏 它也不把咱们带到这儿来的用意是… 没错,听我说 在这片小小迷宫中放入机桥,对齐下令 它便会按令巡路走向出口 哼,这与身在命运之中的人类何其相似 不过,我猜你会回答 人并非机器,世界不止一条道路 我们不过是更复杂更精密的机器罢了 我们和这迷宫中的机巧一样,看不见太多的选择 我们只能循着最短的路线,在唯一的道路上穿行 开始吧,把机巧引领到沙盘的出口 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选择命运的 总感觉,我们好像被拉进碎扬的节奏里了 开始吧,把机巧引领到沙盘的出口 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选择命运的 不知在哪儿 不知在哪儿 不知在路上 不知不消 我们写出来了 很好 你们的选择正如法言所见 你们应该明白 这个谜题自始至终只有唯一的答案 这就像 命运的道路只有一条 没错 对于一个一开始就被设计好的谜题来说 任何其他选择 都是毫无意义的错误 但宇宙并不是谁的游戏 也没有人为我们设计谜题等待解答 宇宙不存在唯一的解 身在其中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 哪怕是同样一天的工作 我可以躲在书库看闲书 也可以找人打牌 这就是自由 这么白烂的事情 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还让人觉得好有道理 太补司的补者真有文化 啊 伤伤醒醒啊 你快要被摸鱼的碎羊轻占脑瓜了 清雀啊清雀 对于你而言 人生可以有看似无穷多的选择 那是因为你的每一种选择 与你的每一天同样都是毫无意义的虚度 但对我来说 选择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唉 还真是太补是毫无情商的发言呢 本座身为罗浮仙舟的太补 身负重责 我必须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履清纷繁复杂的命运之线 才能保全这座巨舰 有些看似美好的岔路 向前望去 也许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些小劲 则深深没入了无法推算的黑暗 而到头来 我意识到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踏上唯一的道路 只有奔向最幽解 哪怕其中满是灰烬和苦涩 道路 从来就只有一条 怎么办 我感觉咱们说服不了它 换一个复杂些的沙盘推演如何 这个游戏你想玩多久 想翻出什么花样 本座尽可以奉陪 清雀小姐 用你们的自由意志 把技巧带出沙盘吧 开始吧 把技巧引领到沙盘的出口 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选择命运的 我看你 原来有如 这一次沙盘的路径虽有少许变化 但一样简单的很 我想太补大人一定会说 命运的道路只有这一条 你的选择就是早已注定的唯一答案 我却不这么看 太补大人 请将这沙盘重置 咱们再从头推演一回 哼 再来一遍 就按着眼前的沙盘 原封不动地再来一次吗 再来一万遍结局也是注定的 因为道路从来只有一条 哦 我明白了 清雀 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清雀小姐 我刚才偷偷盘算了一下 这道题确实只有一个解答 这是西雁设计的谜局 没用的 其中没有第二种解法 只要我们还在和他纠缠于所谓的命运游戏 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不 其中存在第二种选择 各位 永远都会有选择的 无名客小姐 你快劝劝他 我不是让你这么劝他 打算开始了吗 这个沙盘当然有第二种解法 接下来 我要说出我的念头 你们会帮我的 你们会帮我的 对吧 虽然不知道清雀小姐会如何解决眼前这个问题 但判官不惜一切也要完成使命 算我一个 清雀小姐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妙招 嗯 只要你用得上咱们 需要的人手不多 两个就行 命运的道路只有这一条 你的选择就是早已注定的唯一答案 能请你去沙盘上 大概那边那个位置上 站一下吧 接下来 要麻烦判官小姐 在另一边那个位置上站定就好 别发抖哦 成了 很好 这下第二条道路就出现了 开始吧 把技巧引领到沙盘的出口 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选择命运的 到底怎么样 可不要 想多少 身体早已точмо 内甘 我 急 到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第二种揭法 也是第二种选择 我为这个沙盘 创造了不同的答案 太不单人 迷蹄不止你一人可以设计 而命运的道路上 也绝不只有我一个人独行 你以为换人相助 就凭空创造了第二条道路 你不过是在偷换概念 这样的路线 我可以为你编织出千条万条 可它们通向的是同一个尽头 这样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 妖物 你呀你 完全不懂人类 宇宙嘛 就像牌桌上的穷玉牌一样 洗牌完毕时 胜负大事往往早已注定 虽然桌上打出了什么牌 牌山上还上什么牌 旁边的人想做什么牌型 这些统统都是能算的 可是 如果只有计算 一切就没那味儿了 随机应变 兵来将党 曲曲折折 山穷水富 是一些些计算 一些些未知 一些些失控构成了穷玉牌 也就是生活的争取 如果眼前有个必输之举 我在牌桌上的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吗 不对 选择就是意义本身 就像我为了输得体面一些而不停选择 泰补也在为了某个目标做出他的选择 你刚才说了吧 泰补必须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地履行纷繁复杂的命运之线 才能保全这座巨舰 在宇宙这场只有输家的牌局里 他不停选择 不停挣扎 只为了能让罗浮仙舟多向前航行一秒 嘿嘿 他真是我心目中最棒的牌手 像泰补这样的人 要怎么会为命中注定的困惑而无端自寻烦恼呢 碎杨 你不能理解人类的乐趣 你被囚禁在了命定论的幻觉中无法解脱 所以你希望每一个窥探未来的人 都要承受和你相同的痛苦 你呀你 完全不懂人类呀 别动摇 傅轩 不要抗拒我 不要被这个丫头的花言巧语骗啦 西燕 从泰补身上离开 我看透了 我看透了 我会失败的 我不可能胜利 为何 为何 为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宇宙的一切早已被决定好了 不 我不可能赢过他们 雷霆在此 此番没劲 我虽求而不缺能 要诸位共胜 随便 将森 毕安 丧丧 丞相领 效法 来感受生命的冲击 该处起兵了 黄黄威灵 尊无赤命 斩无射 你掌中之剑 送你一场 看来是赶上了 一点心意而已 不必在意 多事 冰哥 无情 本座先补上了下相依 睡一觉吧 扩领执行中 太不够 破绽雷霆 在此 殿下不平 遗憾 散 散 敌额 哼 准备打针了 你病得很重 以掌中之剑 一世已成 一术 封还 太不大人 你 你还好吗 我 我没事 只是有些头疼 被碎阳剂身后会有些不适的 不过服鞋丹药应该就能无恙了 这团火就是熄夜吗 虽然没什么力量 但要是被缠上 还真会令人陷入无止境的绝望中呢 快些 快些将我 收入黑暗中 我看到了 你们将我 收入了囚牢里 清雀 多谢你力挽狂澜 不客气啊 太不 对了 您刚刚在碎阳剂体时 把我开除了 这个决定 应该是动真格的吧 接下来 要劳烦您老人家下达一纸书面通知 单方面借出合同 这样一来 以我在泰补私换的这些年资 能拿到一笔不小的赔偿呢 嘿嘿 哎呀 我都想好了 我要用这笔钱去开个牌馆 然后雇几个小工 终日实力 不劳而获 展开新生活 嘿嘿嘿 呃 是和刚才的清雀小姐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吧 哎 真是遗憾 本座之前说了不少胡话 早一句都不记得了 说起来 清雀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眼下你不该在书库执琴吗 哎 太不一诺千金 怎么能反悔呢 当然可以 毕竟人生 总会有选择的 这可是你教我的 哎 真是拗不顾 您先歇会儿 我摸 我是说 我干活儿去了 哎 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 真是颜面尽失 嗯 本座得好好想想风口的法子了 哼 说笑罢了 随扬擅长顺着人的弱点趁虚而入 无论是谁都有弱点 这不是傅玄大人的错 是啊 傅玄大人只是受害者 千万不必自责了 衷心感谢各位的帮助 也许有些不礼貌 但太不思恨遭磨难 本座还要回去主持大局 恕不远送 啊 稍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太不被碎羊附体这件事传出去不好听 我明白了 本座倒是不在意你们怎么编排 只要隐去姓名和身份就行了 官司 但你也许有些不得 实际是不在意 欢迎说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们怎么办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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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是不在意 咱们的意义 今天的恩情就请容许本作留到他日再答谢吧 那就不打扰了 接下来咱们也该回随缘把西岩封禁起来了 看来你们的行动还挺顺利的 我也在浏览罗夫杂组上的种种奇闻异事 有趣得很 所谓善意者不补 常年为仙舟补算吉凶 难免会产生诸多心魔被遂阳趁虚而入 好在有你们的帮助 福清已安然度过此劫 你喜欢听人说书看换戏吗 说书也好换戏也罢 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注定的 你该不会因此而放弃享受这些故事吧 人生和命运也是同样的道理 无论结局是否注定 都值得一过 不打扰了 寒鸭小姐正在镇邀塔等着你们呢 各位代表石王司弥平了太普司中的灾疫 功勋标饼 令小女子也余有容颜 我会上禀石王表彰诸位 谢谢寒鸭大人的赞美 这一次全都是靠了清聚小姐的帮助 咱们才能顺利收服西宴 没想到如福玄大人这般神机妙算的人节 也会受遂养蛊惑 话说回来我也能理解她的苦恼 毕竟我们都是在各自看不见的道路上 分毫不差地前行着 判官奉行使王告狱 执行命令 却从没有人向我们解释其含义 就像太普大人 无论看到何等残酷的 可怕的选择 只要有利于罗浮众生 他都要选择 也许最终这些决策都是正确的 高瞻远瞩的 但我们毕竟也是血肉繁胎 还是会为做出选择的过程 不由得感到痛苦 寒鸭大人 抱歉 小女子走神了 想必是暗赌工作有损心事 今日知识已经完毕 还请各位好好休息吧 对 今天就先解散吧 贪官大人也是 可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终于可以又躺回床上了 各位告诉啦 他没救于这些决定了 但他们其实要靠下地 我忘记的 她是靠近了 不是什么 我 dic香港 不一定会 我 在 真抱歉 刚刚发了牢骚 今日知识已经完毕 请各位好好休息吧 感谢观看